曲子龍熊更好 字幕歌詞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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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午安 我是歡迎大家來收看台電Windows 今天想要跟大家探討的是汽車、機車、燃料會 什麼時候才可以改成隨車徵送、隨油徵送 什麼時候才可以改成 我想大家這幾天記得在家裡 如果有車的,不管你有機車或是機車 你都會收到燃料會交費通知 七月初一開始要收燃料會 這就給我想說 我們的國會常常在說立法效力 我一過去通過幾百年 比以前的確很好 但是我要跟大家報告 郵官汽車、燃料會 是按現行的辦法去隨車徵送 在那十五年前,大家都要邀請說要改作隨油徵送 這個事情已經過十五年了 改發的公布27條 改一年,隨車徵送 改作隨油徵送 這樣就通過了 聽起來,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進黨或其他社會黨 好像也沒有人反對這件事 老闆事 是怎樣改不完 我現在跟大家說 這十五年來 隨車徵送是怎樣 隨車徵送就是我們的燃料費 我們蓋車的藍藍的稅 這個就是白教稅 還有一個燃料費 排照稅就按照你整CC 這樣當然是沒問題 你如果比較大大的車就農比較多 但是燃料費 我們現在也是用車 用那個CC在算 也是隨車徵送就說 你如果一千兩八CC的 那經濟部就給你算 你平均 用那個平均應多多燃 你就農多少燃料費 你如果三千CC的就農多少 三千CC的 不管你有應不應 你都農多少錢 你有應不應 你也農農 這次 這怎樣 這怎樣不好 這就有一個問題 這不是一個問題 這有很多問題 第一就是 它違反公平原則 違反公平原則 就是說我今天 這就是使用 我們大家都知道 使用者付費 我今天去加油站一間 我去加油站一間 我用車 我就是要農車了 我如果用車 我就農車了 我的車 CC比較少 我當然就農車了 我買一架車 我也有可能 我是收藏 那個收藏者 我沒想到在塞 我也有可能 我就最下班 我是吃頭 我就最下班 所以我沒想到 但是我也有可能 我是這間 我每天 我開公司 每天車在外面 就走燃部在炮 但是 因為你CC一樣 你就農了錢 所以第一點 違反公平原則 使用者付費原則 第二點就是說 它跟我們的環保理念 它的汙染 防制汙染的理念 是相違背 因為我們國家 現在都叫人說 油要少用 因為它是有限資源 油不是一天用不完 要鼓勵 大家用比較少 再來就是 我們使用汽車 因為我們現在也沒有電動車 都是用油 它一定會造成汙染 你如果說你大小台車 我不管你用多少 塞多少 我都自己 掌一樣的藍藥費 這樣就鼓勵大家 農費 大家農費 再說一個比較白的 你回去拿 吃頭路的人 散人的錢 來去捕貼生理人 因為吃頭路的人 跟不太辛苦的人 他一定用比較少 資本跟他認同多 資本跟他開工程 開工程 開工程 他照業務做生理 他的車會認同多 等於拿著人 來補貼燃料費 通言中的就是 也不符合這個世界潮流 因為 根據這個使用者 付費的原則 公平付費的原則 跟這個 剛才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環保的 環保的意念 幾乎全國的先進國家 都開始燃料費 隨油增收 就是說 你去買油的時候 你就用多少 你就收多少 沒有那個 在照顧你幾乎 沒有隨車增收的 例如說 我現在說 先進國家 美國 日本 中國 這有夠電信 你如果說 那就是很大國 不然我們說 跟我們同一軍 勝一同軍 韓國 大家也隨油增收 已經沒有人在隨車增收 為什麼我們的經濟保 這個二、十五年前 就開始大家要求 要改 我們的經濟保 有兩個理由 兩個理由 跟我們演 第一個理由 他就說 他說 如果改作水油增收 汽車水車增收 燃料費改作水油增收 地下油行的倉序 有很多人去賣地下油行的油 不再去中油 再去台塑 再去油 他說這個 實在是個負責 政府的方法 第一 我們的國家油 你經營這個 汽車油 不是大家都可以經營的 它是特殊行業 譬如說中油 台塑 你經濟保 紀念讓它特殊油 你就要去管理 還是怎樣 你會讓它的油 跑去地下油行 是怎樣 再來 縱使有油 跑去地下油行 也是你主管機關要去捏 你不能因為 說你沒有捏 還是捏不 你就說 因為開放水油增收 大家為了要生這條水 會去地下油行 買油 那是你要去捏 你不去捏 還是捏不 你現在說用這個理由來說 不可以解釋 這樣大家沒辦法接受 這是第一 第一 第一就是 每次立法院要求 他就說他要研究 你只有一個隨車增收 隨油增收 研究十五年 你如果這樣 你會有信 他有辦法做經濟改革 有辦法南向政策 他只有一個隨車增收 改作隨油增收 經濟保到目前為止 研究十五年 所以經濟保公的理由 不做 根本國會 我們老百姓 沒辦法接受 我現在回到 立法院 我剛才說 這就改一條而已 公路法27條 改一條 一條裡面一字而已 隨車增收 跟改車隨油增收而已 是怎樣 國會沒辦法做 好 你說早期 國民黨的時代 他就不愛 我們就沒辦法 好 旁邊的時代 國會草小野大 也沒辦法 國民黨反對 他就沒辦法了 因為他要活在財權 那邊 要活在生理人 那邊 要活在受污染的那邊 他就是好像 外帶環保那邊 外帶公平生醫那邊 現在不是喔 現在到現在已經一年完 立法院已經過三個月了 你不是完全執政 那立法院 15年來 都民進黨的委員 在注定說 隨車增收 要解除水油增收 我不是說 這不是最簡單的 這不是最簡單的 那是怎樣 那通好笑的是 政府還有一個民進黨的委員 開記者會 那是怎麼 隨車增收 不解除水油增收 我是覺得很不見識的 那你現在是完全執政的 那以前是 第二天要求 國民黨實際 是第二天要求 隨車增收 要解除水油增收 這有公平 這有符合環保意識 這有使用者付費 這有節省能源 這有符合世界潮流 我的理由說到一百年左右 那現在 你執政 你開記者會 在馬經濟部 那那個委員 你不是很奇怪 你二字還要 免字還要 那你就提案 提案 改一次 那就通過了 因為你就是多數 你就贏了 國民黨也動力不定 那你現在還在開記者會 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問題 老百姓 大家要想清楚 大家要想清楚 就是簡單單單一個 汽車燃料費 會徵收 要用車子 用車子 改作水油增收 你用多少 你就收多少 只有這件事 這麼簡單的 你就不做 不做整天都在說 現在立法院是 人民的國會 開放的國會 專業的國會 像這個水油增收 這件事 不管你用到一個國 用公平正義 用節約能源的角度 用環保的角度 用使用者付費的角度 用世界潮流的角度 整個都要改作水油增收了 這個公會 剛才大家都拿到燃料費 你先換來不覺得 當然 財團很高興 自分家很高興 生意人很高興 因為我們大家 在燃料費 在退醫院 因為我們現在燃料費 就說 你3000cc的 他是採一個平均值 比如說 2800cc 他全國的平均值 四千塊 大家就拿四千塊 其實 有的人 他自用的 他就像下班 他一年 他一年 一萬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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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塊 他也要六四千塊 他做生意人 他也做 他也不 開公司 他的車 也好起來走 他也是六四千塊 所以當然 他都要走 因為他就要 六四千塊 他就自己買 等於是 拿我們一般 上班所的錢 去補貼 自分家 所以這個問題 我希望 我們民進黨的委員 現在你就完全實勝了 後補貼 就要立法 你如果說臨時會 要來開這個 老闆真的很高興 你看我們 有車的人多少 有自用車的人多少 你回去拿自用的 去補貼營業 這個問題 我也希望 我們國會 如果強調說 你有效益 這個問題 拜託 經濟部已經研究十五年了 他說的道理 那些人 問題 那些地下油的倉償 根本就不是問題 根本就不是道理 根本就不是道理 他只要沒有辦法去領 就沒有問題 我們希望這個法案 大概一天而已 公路法第27條 隨車徵收 隨油徵收 隨油 隨油 這樣就通過了 我先說的是 這個義力醫修的法案 通過 已經有幾年的事情 已經通過很久 近前 近前 到今天為止 都要是宣導期 輔導期 都要是 不管 現在 有的人說是三蘇 不管四方有多父母 老公有多父母 不管你有什麼父母 無論如何 照現在法律的規定 老計法規定 7月1號 今天已經28號 7月1號就是要上路實施 上路實施 通通要就是 要開始老檢了 要開始老檢了 照這個法律的規定 老檢下去 你如果出風 是不照這樣做 是要開划 雖然都是行政法 但是就是要開划 但是我感覺很驚訝 因為現在 軍紀、民調 大家都分化 所以這個 老委會 行政儀就說 他說 7月 開始老檢 反正 反正還繼續宣導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了 你法律是說 7月1號開始 你就要正式實施 沒有通過就要開划 還是怎樣 現在又變成 變成 繼續宣導 繼續輔導 這法律 我們理法院的法律 會無路後 就是這樣 我們國家 大家是怎樣 不遵守法制 並說這法律要實施 還是不可以實施 隨在你的 行政機關 如果要實施 他就有實施 不可以實施 他就繼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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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 我們法律的威信 其實就沒有 是怎樣 我們現在很多人 在說 因為我們人民沒有法治觀念 你就政府 政府插頭 沒有法治觀念 你就已經通過法律 你有教授 你會覺得 你之前的威力一生 就 理就不好 理就不好 沒關係 你已經再改 再改道回來就好 因為我們也知道 法律有時候 真的有可能 真的立法院不是行 立法院通過法 有可能的 自愛難行 這是標準的自愛難行 自愛難行的時候 你就要經過條件 譬如說 我譬如說 飛軍的酒駕 我們飛機營的酒駕 都死很多人 我們就把那些酒駕 行動一定提高 課則一定提高 身體拿去關 現在其實問題來了 那時候 他們想說拿去關 就沒有人敢 是不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不是這樣 因為現在 價格裡面 有百分之七的販人 都是酒駕來去關 酒駕來去關的大部分 就是 經濟抑制 他沒辦法賠人 酒駕之後 第一 他去農到人 他沒辦法賠人 第二 就是 他的處罰 罰金的部分 他沒辦法賠 他沒辦法賠 他就去關 甚至 一整天說 屏東建議 屏東建議 有三生的受刑人 都是酒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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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剛才變成一間 下班 本來要看十五個 現在幾三生 現在要看十三個 現在要看十三個 十三個 當然 你剛才會 教化 效果就不好 所以 我現在不是說 不是說 你這個法律 你這個法律的威信 你就要去處理 你不可以說 你就要去處理 你不可以說 我立一個法律 明明就整天要這樣 我公務人員說 你現在 他不在做 他現在 他立醫生說 我七月一號明明抓到 老前抓到 就要處罰 移民處罰 行政機關也是違法 你就是跟老百姓不守法 老百姓違法 要處罰 不處罰 老百姓違法 要處理 就越來越無 我們現在不要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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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 不要說 這個 這個 陽光法案 包括 什麼 包括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包括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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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衝突 迴避法 政黨法 游說法 我現在譬如說 游說法 游說法 游說法的主管機關 其實就是內政部 我們全國 用游說 我不管我對公共政策在游說 對法輪要游說 通過就是李煥英 李煥英通過的人 每天 在委員的辦公室 出出一個大部分 都在游說 我們游說法 就有規定 你什麼樣子 可以游說 什麼樣子 不可以游說 什麼樣子可以游說 比如說 你就有行政 他們的 那個 經濟部的人 你現在要修改 礦業法 當然你可以來游說 這是天井第一 但是你如果不是 不是 經濟部的人 你是廠商 五歲年的 比如說你是 亞人的 老闆 你來 你這樣就有問題了 我現在也不是說 游說 游說法就規定說 哪些人來游說 你要去定期 讓大家知道 我知道 你有來游說 你有來定期 你有來游說 有來游說 這樣至少我知道 我就知道 你入住是怎樣 想讓一個委員 讓你游說 但是你現在 你看 你發言的游說 登記辦公室 今天是 六月二十八 就是今年過一半 簡單說 有多少人去定期游說 一個 欸 這樣你敢相信 你就不相信 你不相信 對嗎 哪有可能 他發言過幾半年來 一個人去定期 他來 去游說 然後 表示這個法 什麼 無路口 因為游說法是這樣 你要定期 不來定期 也要出發 你不能游說 早來游說 你也要出發 游說法 到今天 已經通過五年了 你聽到 就說 想違反游說法 叫處法 不行 不行 你也不相信 你發言 到今年過半年 跟一個人來游說 也不行 有人叫處法 我說一個 比較難聽 你就之前 大家在討論 討論說 這個邱泰山部長 法務部邱泰山部長 東崔熹 法官法 在修法的時候 他去引建法官協會 法官協會是一個 法官自己組的組織 來游說 游說法官法第四條 這是法官人數的問題 法官協會 法官協會是法官跟 接觸法官組織 這的人不是通法法論 通法法論 對不對 他們來立法院游說 去寄 特種招 他們有去定期嗎 我也查不到 通法法論的人也沒有 他們規法來游說 好,你說你以前不知道 現在都上電視 播放也出來 內政部署主管機關 也要知道 有處理嗎 沒有處理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今天就是 定一些無路後的法論 自愛男性 好 要改你也不改 所以法律不威信 法律不威信 你加上說 你冬風 你行政機關自己不修法 這樣你要要求老百姓 也要修法 就很困難 所以我們常常訂一些法律 就不可以 不可以 你訂那麼多 你整天通風 你立法院金 去通過幾百的 幾百的 有什麼 惡法、異法 惡法 惡法也是法 惡法 戒嚴法當然也是法 戒嚴法也是法律 你說他不好 他也是法律 因為當初時 去戒嚴法 怎麼自己處理 怎麼自己處理 他都合法 你符合戒嚴法 所以我們常常立法院 這個立法就是什麼 就是立法 重言 你看這個就像 很厲害 但是到時候 沒辦法執行 執行執行 執行執行執行 從寬 現在他一生同殿情的例子 執行政辦 政辦是要立法的時候 從寬 執行執行執行 我執行 現在是把律頭過 律頭過 你不用說什麼,所以文理法語還有人弄一個連作法 我們先不要說媽媽作,媽媽作不是現在法官 把那個開媽媽作咖啡館的老闆李平宏 說你的完工在你這裡上班,他去台南你老闆經驗不知道 你沒有付到督導就行了,結果他也要八三八幾萬 大家就說這就是連作法,第一這是連作法 第二就有很多人認為說,現在所有的老闆請新樓都要很少人 因為你的新樓,反而你有可能也要連作就對了 連作沒什麼奇怪,我們立法語頂會期 頂會期在修改道路交通安全處罰條例的時候 對酒、對駕車,現在當然要不三度,交通委員會通過 也有連作法,你說中來你如果坐車去坐到 酒醉駕車的人的車,他叫警察抓到 你坐在他,快點跟他同車的人也要連作 也要連作 但是喔,你剛才想就知道這要怎樣一行 你剛才想說,我說一個比較難 他又真正有詞,他說他就有日本跟敵國 但問題就出在這裡,問題就是說你一行 你剛才想說你將來要怎樣一行就對了 那你要知道說,理論上連作法這款修行是一個很濃厚的 很濃厚,我現在不是說酒駕不可以來處理 其實我要跟大家說,連作法是一個很濃厚的 刑法的思想 很濃厚,非常濃厚 他這幾百年前的法論 在中國就是在那個商鞅變化,商鞅制度裡面 開始有這個連作法 那通常就是帝王的國家,極權的國家 極權的國家 所以古早是在那裡的方爹和國王 道政,就把對方連租九族 全家人跟他拆掉了,跟他有關的都跟他拆掉了 所以連租九族 那中國跟清條就拆掉了 那西方國家人在那個文藝復興就覺得 這好像不太對 對不對 我們說這個人出事就跟連租九族 跟他的朋友老書親家罵 都跟他拆掉了 那我們刑法的時尚第一次到最後就是 罪行法定主義嘛 就是說你如果有犯罪,我才會有處犯嘛 那現在又說我坐車來,結果那個人坐那邊坐車 我下個禮拜要坐我朋友的車 我就隨身都要帶一個酒車記 跟他影化有超過0.25 就是說你一平 那你說日本跟德國 男人的日本跟德國的文字 是誰的車上測 就是說你要明知喔 明知說現在你要做車上這個人 要做車上這個人 有認證,還有超過標準值 你沒有切除你都改做人 這樣要處犯 但是像這個明知這兩年 就是說你 你要證明說他是明知 其實要處犯很困難的 要處犯很困難的嘛 我們現在有這個連作法 差不多是軍中 也不會拿來行判啦 軍中經常在連長 在處犯兵 說你這一班兵裡面 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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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不過 大家一起做福地挺身一百個 這連作法 這就是連作法 其實現在已經很少人在營了 有啦 北韓 北韓政治犯的家屬也會被修理啦 中國啦 中國的政體犯 諾貝爾文學獎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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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甘賴要用幫助 他媽媽也會亂進 他媽媽也會亂進 在處理政體犯 所以說我們立法 他現在要來弄這個連作法 是很奇怪的 當然他也不會通過 我現在是好好說 我們立法的時候 不是說你通過很多法律就好 你如果覺得你通過法律不對 你就要緊解 緊解 不然你就通過一些法律 自愛難行 根本就沒辦法執行 你到時候就說 因為沒辦法執行 沒辦法埋行 你這樣就讓法律的威信 越來越壞 我剛才說這個 酒駕連作法也是一樣 你將來要怎麼執行 你再拜託 他說他用車子還沒算 所以我那些客行車 那客行車的時候 那客行車的時候 喝消酒水 他已經抓到我沒問題了 但是我坐我爸爸的車 坐我太太的車 他喝消酒水 去開車我坐他的車 這樣我有事 你不覺得很奇怪 說說文書不是很重要 不管是客行車 開公或叫的 開火車 所以就開車 他有很多乘客的安危 他有很多乘客的安危 啊 問題要做 問題要說 你如果趕快拿進來 那將來我們隨身 要帶著酒測器 我怕他要坐車 就輸幾乎 說你策劃 策劃有通過 所以這種法論 我不是說我推臨消 這種人說話 就是 不太多實施的法律 這不太多實施 現在就跟 以利益修一樣 以利益修現在 大家本話 大家都自己抵制 你就要勞檢 勞檢 照說就要出發 你現在就說 大家本話 所以賣出發 你不去改 大家不要說 像這個 以利益修統府的這次 開臨時會的條件 有重大 不重大 全國的人 幾乎都入來了 族風也入來了 勞房也入來了 有急迫 有啊 因為7月1號要實施 照理說 你如果要開臨時會 這條桶下 這條桶下 結果呢 結果沒有 不然 你現在說7月14號 只勞檢 勞檢要輔導 勸導 那你法律是規定 要開槓 要出發 那所以 九六八的法論 都不合 就是這樣嘛 那你政府 代頭 還要修法 那你政府代頭 還要修法 你要怎麼叫 老百姓來修法 那所以 九六八的檢修法 都不合 通過盧罪的法論 你的民調 就這樣 你國會 效力不好 你效力如何 你通過的 都是厄法 都是自愛男性的法律 那你這樣 對這個國家 不但是沒有幫助 管理會是有漢 那我今天有關這個 這個問題 我說到這位置 謝謝大家